今天我們說如何在平滑的表面上畫3D畫 我們準備一支筆 隨手拿一罐清涼茶 在罐上畫 平常在罐上畫是無法畫的,不會黏在罐身上 我們借用了 在大中小型的文具店買到 我們在上面畫一層 塗一層漿紙上去 不用太多,薄薄一層就可以了 我們發覺不黏的時候,再塗一層上去就可以了 我們入罐底部開始畫 我這次沒有事先計劃怎樣畫 我隨心想到畫什麼就畫什麼 首先在底部上 填一填 因為底部就放在這裡比較實淨一點 所以我就在上面轉圈 先看吧 打完圈後開始在底部畫畫 我們不會在底部填實色 因為這樣會很浪費時間 所以我們隨意地在底部畫畫 如果你們心目中有什麼圖案的話 可以盡量畫下去 畫完底部有罐身上 塗上漿糊 我打算畫半罐 塗上半罐 底部就OK了 剛才像罐帶一樣 開始畫畫 再同一個畫面的畫面 一起畫在底部畫面 在底部畫面 中間會被導致 最終腳的畫面 也會在底部畫面 也會在底部畫面 並不斷進去 在底部畫面 看到底部畫面 一切都不再看 在底部畫面 在底部畫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继续下去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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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畫完了 接著有一個很多人想知道的部分 就是怎樣拿出來 我們用的漿糊筆 漿糊是溶在水上 所以我們用一張紙巾 洗手間用索水的紙巾 我們就倒點水下去 然後就把罐放上去 包著 讓它吸水 盡量令到漿糊溶在水裏面 另一邊盡量加水上去 包著另一邊 底部沒有水 倒點水上去 浸著 好 試一下拔不拔得到 還沒拔得到 擦一張紙巾 看看 可以再試一下 用少許力 拔它 慢慢來 不用急 因為漿糊淋了之後 就可以拔得到 給多一點水 拔一下 周圍拔一下 好 再試一下 好 再試一次 噢 這次開始掉了 鬆開了 開始成功了 好 我們這個作品 就拿出來了 花是很隨意的畫 所以看見是很暖的 謝謝大家收看 拜拜 translation Pix muy 等等 我以為這次再 opini紙巾